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评头论足简单开合 很多人都说不能变形的变形金刚和咸鱼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而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款产品不仅不能变形 而且连动都动不了 就是由这个厂家PS所出品的这款24寸的晴天柱雕像 其实这款是军军的产品 我记得发过来的时候应该是在3月末或者是4月初或者中旬吧 我记不清了 因为这个尺寸很大 再加上之前有很多视频要录 所以主要是因为感觉施展不开太大了 所以说放在这块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开箱展示 来看一看这款产品的真实状态是个什么样的 那么这款晴天柱雕像全球限量是1500台 这一盒的编号是195 还算是比较靠前吧 定价发面均均告诉我说是要6000多 确实是不便宜 毕竟尺寸这么大 24寸 而且这个盒子超级沉 刚才拆外箱的时候我已经出了一身汗 那么在正面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这款产品的一个封面照片 然后包装盒的布局 这边感觉看起来特别像是海志宝官方的玩具的一个即时感了 然后侧面看看有什么 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一个胸向的特写 背面是一些厂家的相关信息 下面可以看到海志宝的授权 还有这个汽车人的标志 包括一个尺寸很大 我们晴天柱的一个头像的漫画 这边是什么 这边就是一个PS的一个厂家标志了 我们直接来开箱 好的 刚才其实尝试了一下 先把这个泡沫包装从盒子里面抽出来 后来发现超级困难 因为这个尺寸太长了 而且特别重 拿到外面开才把这个拿出来 我们直接看看这个里面吧 注意开的时候呢 这边有个top 这边是顶面 以防这个开完之后会把这个里面的配件损坏 我们直接看看这个神圣的时刻 这个盒子的尺寸感觉和之前 我手里面有一款T恤的拉奥 这个盒子差不多 这个面积差不多 不过保后那个是分成了两个 看来以后又得扫地了 满地的泡沫 其实录像录了这么久 我最怕看到的东西就是尺寸太大的玩具 因为录起来特别麻烦 收紧收不进去 好打开了 看一看 玩家们应该比我看到的更早 裹着白布 感觉好像是要搬家了一样 这边是个地台 这感觉特别奇怪 好像是案发现场一样 全都是白布 这个地台 超级沉的这个地台 超重超重 先把这配件全放到一边 我们全取出来 比上次那一堆开箱还有累人啊 晴天柱的一条大腿 这样子啊 好 又放到一边 这是树纸的吗 感觉像铁的一样 这肯定是另外一条大腿了 好啊 剩下的配件应该来相对来说会小很多啊 大腔上面连带了一个手 全都小心翼翼的放到旁边 汽车的打风玻璃 这天线一定要小心啊 超细啊 超细超细超细 特别细 另外一块打风玻璃和后视镜 后视镜这边好像是没有做什么特殊处理啊 没有给镜子细节 只给了结构细节 能量服 这个能量服感觉 作为一款雕像来讲 这个能量服好像还没有一般的变现金刚的玩具 看起来精致啊 倒是有涂装不假 这边没有了 这边没有了啊 看着这边 大哥的躯干 这边的电池槽 是能装女后电池点亮头部灯光的啊 但是这个电池槽明显粘歪了 电池槽是歪的 完全不像是 手办的手感 你说它是铁的我都信 这边没有了 这里面是什么玩意儿 汽车的烟囱 一会我们在组装的时候再来细细看啊 烟囱乘二 完全就是暗发现场的 这就是 这个应该是头吧 哎呀 这这 不是头 这个是 这个是后背 后背的结构 有战损就是好啊 不用担心漆面会损坏 因为拿出来就是坏的 大哥的头颅 感觉做工确实是很棒啊 难怪这么贵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哎呀电池有提供啊 有提供电池 这个是 AG AG13 LR44 它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电池型号 这边鞋子是什么 应该是胳膊啊 替换 胳膊 这是左手 这安装起来应该很简单了啊 这边还搁了很多这个 叫啥来着干燥剂 应该还有一条胳膊啊 哎 在这里 这边没有插手 那手这边一个是可以使用一个枪 使用个大枪 另外一个就是使用这个能量斧了 看官图的时候应该还有个融合战斧啊 这个版本可能是普通版啊 所以呢 没有那个 那个比较真实质感的 融合战斧 应该是没有了啊 一会儿呢 等装的时候缺什么 我再来找吧 东西确实是不少啊 一大堆 好的 拿出小凳子之后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这款雕像的地台部分啊 尺寸确实是不小 而这个地台呢 应该是我们这款产品 最重的一个部分了 这感觉 10斤左右 肯定有啊 应该有10斤左右吧 猜的 在这边呢 可以看到一个岩石的结构 一会儿呢 擎田柱呢 就是放置在这个上面 土王的颜色 上面的细节感觉表现都不错啊 包括一些小碎石的结构都能看得到 这边呢 可以看到一个大脚印 放置右腿 而这边呢 也是个脚印啊 放置左腿 这边呢 还提供了一个稳定装 而在这个岩石的底端呢 则是一个圆盘形的地台了啊 上面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机械结构 颜色方面呢 则是这种很深的古铜色了啊 颜色很深 包括一些很亮的小点缀 上面都有啊 这边呢 可以看到一个方形的凹槽 这个凹槽是干什么用的呢 是用来安置我们这个 这个七寸的标志的 这里面带有磁铁啊 可以自动吸附 嗯 吸的还是挺牢的 不过这个七寸的标志呢 感觉 不怎么亮啊 这个涂装 一般般吧 然后呢 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地台 底部都有什么东西啊 也是一个青田柱尺寸很大的一个漫画头像啊 一共是限量1500个 编号是195啊 这个部分呢 是手写的 超沉啊 这个地台的部分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好 我们接着来看看这个腿部啊 那么好的 地台部分我们看完了啊 我们直接呢 来看一看这个主体部分啊 首先呢 就是青田柱的右腿 可以看到在脚部呢 是没有提供任何的固定位点啊 包括地台的部分 我们直接呢 把这个右腿放置在这个地台上 就可以了啊 应该在这个组装完毕之后呢 整体的稳定性 不会存在什么问题 接着我们着重呢 来看一看左腿啊 因为这边呢 伸得比较直 结构也比较完整啊 首先呢 在长度方面 基本上是等同于我的小臂了 感觉 比我的小臂还要长啊 尺寸确实很长 算是一个大长腿 而造型方面 我个人感觉啊 看起来和我们比较熟悉的独角兽 是比较相似的 特别是这个外甲覆盖的感觉 和这个扁平的脚啊 那么说到脚呢 可以看到脚底板这边啊 是做了一个秀技的处理 而再往上呢 这边则是一个亮面的油漆啊 嗯 都是这种金属蓝的颜色 而在这个金属蓝色的外甲旁边呢 可以看到 都做了一些细微的战损效果啊 并不是非常夸张 所以呢 在漆面的完整度呢 个人感觉啊 还算不错 而在其余部分呢 可以看到啊 就是一种普通的金属色了 嗯 但表面呢 依然可以看到很多的秀技啊 包括战损的效果 包括很多污渍 所以说呢 我个人感觉啊 这款涂装呢 还是能够让人满意的 看起来非常不错啊 然后呢 在外观造型方面 虽然说我们这款 晴天都的雕像啊 应该是G1的设定 不过呢 旁边的这个油箱啊 是被安置在了 我们这款晴天柱的小腿后方 这边呢 则是一个电镀的效果了 嗯 把它收纳在后面 看起来 整体的这个一体性啊 应该会更强一点 同时啊 应该也是为了保证 我们这个晴天柱 在整体方面 看起来比较修长吧 那么好 我们直接呢 把这个左腿啊 也安置在地台上 对应这个装 嗯 好了 已经固定完成了 来看其他部分 接着呢 就是我们这款晴天柱雕像的躯干部分了 嗯 胸口呢 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压杆细节 齿轮细节 包括履带细节啊 不过呢 并没有提供这个能源宝的安置 嗯 当然啊 没有提供能源宝 然后呢 这边腹部啊 是采取了三个纵向的中网啊 嗯 这是一个造型 最后胸口部分呢 我们需要在这边 去安置上这个车窗 是一个典型的卡榫啊 扁的卡榫 安的时候需要小心一点啊 包括这雨刮还有这个后置镜上面的天线啊 都是比较细小的 所以说还是需要防止损坏吧 给它装上 我们轻轻的安装啊 安装完车窗之后的完整造型呢 就是这个样子了 嗯 相信呢 很多玩这个变焰金刚的朋友啊 都会很在意这个车窗部分是不是能合拢啊 而我们今天这款晴天柱雕像 虽然是G1的基本设定啊 但是呢 可以看到车窗部分还是预留了一个很大的缝隙啊 那么这个缝隙感觉周安之后呢 就像是电影版或者是漫画版的一个风格了 嗯 算是见仁见智吧 感觉本身已经很繁琐了 开个缝 倒也无所谓是吧 那反倒后面 可以看到我已经安置了这两节电池啊 然后开关呢 是在这个位置 并不怎么显眼 我们直接向上推 会听到一个很清脆的反馈声音啊 回头安装头的时候呢 来拨动这个地方头部的灯光呢 就可以点亮 当这个电池安装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啊 把这个后背的装甲给它安装上去了 这个看起来应该也是磁力装吧 啊 果然是 扣的感觉还是颜色合缝的 而这个上半身的躯干部分呢 主要啊 还是以这个比较亮的红色油漆 来作为涂装的基本颜色 呃 躯部分啊 和这个主体风格都差不多啊 这个金属色 配合上边缘的磨损 嗯 包括这个胸甲部分 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擦 擦伤效果啊 嗯 感觉还行啊 所以呢 我感觉啊 如果哪一天真的是玩家手残 把这个漆面给划伤的话 真的是无上大雅啊 因为基本上是看不出来的 那好 我们接着把这个上半身啊 给组装到 这个腿上 呃 也非常容易啊 哎 这样的话就非常牢固了啊 我们这个青天柱的大部分的躯干部分 已经和腿组合完毕了 那么当这个躯干啊 组合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在这个四周 把这个裙甲啊 给安装上去 这里面也全部都是磁力装 靠吸附来进行固定 这边是侧裙甲 好像这个部分左右啊 我只是说好香 这边 然后前裙甲 全部都靠吸附 呃 还可以啊 吸附的力度还行 呃 那么这个躯干和腿部的组装 就已经是完成了 接着呢 我们来安装手臂 首先来看一下外观 那在手臂造型方面呢 可以看得出来啊 并不是像G那样的一个方方正正的造型 而是多了很多切角 而漆面的部分呢 依旧是这种光泽的红色油漆 不过呢 边缘处啊 可以看到这个漆面的厚度 还是比较厚的啊 导致这些位置看起来有点肉 包括某筋的位置有点不清楚了 然后这边是一个尺寸很大的蓝色拳头啊 掌心部分 并没有进行特别多的涂装 看起来就像是塑料的粉色一样 那么在安装之前呢 首先啊 我们需要在侧面 把这个电镀的烟囱 给它插在手臂上 同样也是提供了一个磁力装 上方给它稍微插进去一点啊 下方呢有一个固定的凹槽 我们轻轻的按压一下 这个烟囱呢就组装完毕了 然后呢 在这边啊 可以看到一个凹槽 我们直接对应这个手臂上的半样形结构 把整个手臂推到凹槽里面 这个组合呢就完成了 同样呢 也是带有这个磁力的吸附 还行啊 吸的还是比较稳的 很结实 然后我们不磨叽啊 把这个右臂的烟囱给它安装好 直接放在身体的右侧 那么到此为止啊 整个身体的部分呢 就基本上是组合完成了 我们 先来看一看头啊 再来看一看这个手部的武器 先看头 虽然说我感觉这一次的造型啊 应该是G1为主啊 不过呢 这个头部看起来 应该更多像是一个动画和电影的结合体啊 特别是面罩的部分 给人的感觉还是非常繁琐的 不过呢 整体的风格啊 我倒是可以接受 看起来这个细节也比较多啊 主体部分呢 全部都是这种金属蓝的颜色 在眼部呢 则是进行了一点淡淡的珠光漆涂装啊 毕竟呢 后期这个眼部还需要点亮 那头部的造型呢 我们就先看到这儿啊 来看一看这个点亮之后的效果 那么这个头部的安装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这边呢 可以看到和颈部内侧啊 有一个电源的接口 这个接口特别像是 这个电视的AV线那种感觉啊 我们直接把这个头部给插进去就可以了 嗯 头部竟然还带有一定的可动啊 好的 我们随即呢 来点亮这个电源啊 来看一看头部的灯光 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亮度 点一下 呃 能看到有变化 不过这个亮度确实是 呃 不怎么明显啊 我们把这个灯全关掉看一看怎么样 呃 全部灯光关掉之后呢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了啊 呃 能够明显的看得出来 还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呢 想达到那种炫酷的效果 目前来说好像 呃 差点意思 嗯 都还可以吧 那么好的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右手啊 包括右手的武器 首先呢 在不安装右手的情况下啊 这边可以安装上这个能量斧 呃 刚才开合的时候已经说了 这个能量斧的造型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所唯一人注意的就是边缘处呢 都采取了一层隐影涂装 另外一个呢 本身这个特效件里面啊 并没有看到任何的气泡 质感倒还可以啊 不过造型方面 针对于我们这么繁琐的一个 擎天柱雕枪来说 还是有点简单了啊 直接对应位置 插上去 这里面没有卡 这里面没有磁铁啊 直接靠卡榫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看起来 有点格格不入啊 对吧 接着另外一把武器呢 就是包含了一个手部的大枪 嗯 大枪部分呢 这边也是采取了部分的金属色涂装 呃 不过呢 枪体主体的颜色呢 都是这种光泽黑吧 算是 漆面的表现看起来带点颗粒感 而且呢 嗯 也没有那种金属的质感 嗯 同时这个表面所做的战损效果啊 和主体相比 是少了不少啊 感觉这个枪 看上去倒像是一个新东西 而且呢 带了一点塑料感 嗯 大体感觉还行吧 而且呢 也没有提供任何的LED的发光机构 就是一个普通的造型枪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枪啊 给替换到右手上 这个能量斧这个样子 看起来实在是 你说它是赠品 我倒可以接受啊 这个确实是比较一般 还是需要这个大枪 看起来青天柱才会更威武一点 正好呢 会顶在 诶 正好会顶在这个后视镜上啊 不会压坏吗 嗯 那么好了 我们今天 组来组去 应该是我拼完了 把我们这一款 呃 PS的青天柱雕像 给组合完成了 说实话整个过程呢 还是挺辛苦的 目前呢 这款青天柱的雕像 已经上市是有一段时间了 大概是在4月份左右出的货 定价6000多块 确实是不算便宜啊 挺贵了 不过呢 肯定 不是最贵的一款 变形金刚雕像啊 算是一般价格吧 呃 其实呢 我个人是80后生人啊 因此呢 对G1的感情 应该是更浓烈一点吧 说实话 一开始在看到 变形金刚电源版里面的设定的时候 确实是一时间很难接受 呃 个人感觉 如果说电源版里面 采取这样的造型 可能 会更容易接受一点吧 呃 总的来说呢 今天这款 PS的变形金刚雕像啊 虽然说是G1的魔改风格 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嗯 但是呢 你这个能量斧是不是有点 太扯了 啊 那么好了 我们今天的平头论组简单开合呢 就开到这儿啊 确实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很好的展示 本身啊 这个重量特别沉 嗯 十几二十几金肯定是有了 如果放在我的展示台上面 我的展示台会被压碎 也说不定啊 所以说 嗯 大家呢 就这样就看 毕竟啊 只是简单开合 那么好的 我们这期节目呢 就看到这里啊 组装了一个 呃 擎天柱雕像 嗯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拜拜 来握个手握个手 嗯 欣月 不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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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